日美炒作辽宁舰连续10天实施舰载机起降 起降次数总共超过200次 与此同时美军双航母也在西泰地区 展开舰载机起降训练 中美航母同处西泰 日美为何高度关注辽宁舰舰载机起降呢 日本呢还有美国这种自留地现象 就是我周边任何区域 即使是这个公共海域 别人也不可以来 如果染指就认为对日本构成所谓戴影号的威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也通过这个点位反映出了日本的某种焦虑 澳大利亚媒体操作中国船只 紧贴澳洲海岸线航行 日美操作中日钓鱼岛海域针锋相对 日本个别政客为何此时 再次在钓鱼岛附近制造事端 美国拜登总统即将访问东北亚地区 那么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 又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其实还是想着 拉美国在钓鱼岛上做点文章 俄罗斯计划启动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机制 对美国在乌克兰军事生物活动 展开调查 俄军方声称 美国在乌开展军事生物计划 来自民主党高层 俄军是否已经掌握美国 在乌克兰从事生物军事活动的 关键证据呢 防武新观察 特要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武新观察 我是宁昭 近日日本媒体再次炒作称 从3号起辽宁舰连续10天 进行舰载机起降训练 次数超过200次 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日本经济新闻5月14号炒作称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 声称确认辽宁舰12号 在冲绳县周边的太平洋海域 进行了舰载战斗机的起降训练 还称从3号起 辽宁舰已经连续10天 实施舰载机起降 起降次数总共超过200次 隶属于日本海上自卫队 第四护卫队群 第八护卫队的秋月型通用驱逐舰 梁越号在12号继续进行 情报搜集警戒监视活动 而从5月初 跟踪尾随辽宁舰编队的准航母 初云号已于11号离开该海域 另据报道 5月12号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 在菲律宾海进行舰载机飞行活动 而在此前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 部署在美国海军 横须贺基地的里根号航母的舰载机 于本月6号至25号期间 在东京小丽园珠岛的硫磺岛 进行为期约10天的航母舰载机 陆上模拟起降训练 此外 岛内媒体炒作称 辽宁舰编队自本月6号 进入台东南海域后 就在该处展开演训 至今已近10天 并且还渲染称 该处海域是战时台军舰队 战力保存 转移位置的所谓输博区之一 据岛内媒体报道 解放军军机15号一早 进入台西南空域 是2022年第100天进入 还称因高度偏低 研判是武装直升机 日媒为何高度关注 辽宁舰舰载机起降次数 岛内媒体炒作解放军舰艇 在台军舰队所谓输博区演习 又有何用意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欢迎两位 首先想要杜先生 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媒体炒作称 从3号起辽宁舰 连续10天进行舰载机的起降训练 次数超过200次 那么这个日本媒体 为什么此时这么关注 辽宁舰的舰载机的起降训练呢 这次辽宁舰的远海训练 特别是时尚化的训练 让日本有三个担忧 首先是担忧能力 10天200个架次的频繁起降 这是一场中等规模以上的作战行动 而且舰载机完美地 完成了与航空母舰的配合 整个编队也是有史以来 最强大的一个实战化编组 像驱逐舰 护卫舰 补底舰 足以在较长的一个时间段内 在远海进行高强度的作战 所以日本对于这种能力 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所以这次紧密跟踪 连续炒作 大概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呢 他担心位置 因为他的训练海域 就是在冲绳外海的太平洋海域 这是公共海域 但日本呢 有可能会认为 这个所谓公共海域 对日自己构成比较大的威胁 日本呢 还有美国这种自留地现象 就是我周边任何区域 即使是这个公共海域 别人也不可以来 如果染指就认为 对日本构成所谓代引号的威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也通过这个点位反映出了 日本的某种焦虑 实际上日本呢 通过西南战略的这种调整 对中国台湾地区 再进行某种程度的这种支援 这种关注呢 也大概有点作贼心虚的味道 第三是担忧差距 因为他的航空母舰 也在周边搞训练 中国航空母舰 也在周边搞训练 但是他的编队形单影支 没有舰载机 而且综合能力排水量 包括作战水平和零洋舰相比 有重大差别 这个状态下 自己的航母和中国航母怎么比 这是个大问题 那腾先生 我们看到现在呢 有报道称啊 在这个西泰区域 不仅是辽宁舰 在进行这个舰载机的起降训练 有两艘美国的航母 也在这一区域 进行舰载机的起降训练 那您如何解读 美国的这个双航母 在这一区域的这一系列活动呢 我觉得美国的航母使用呢 在这个作战方面呢 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调整 就是不断地强化航母之间对抗 你比方说这个最近这两年 我们看到美国 常常是出动两艘航母 在这个公海进行 一系列对抗演习 而这在冷战结束以后呢 还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在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的航母使用 基本上就是 一下子拉到某些国家的近岸 比方说在伊拉克 在这个科斯沃这些作战行动当中呢 那都是航母推到 这个有关国家的近岸 在沿海地区 对陆上目标进行打击 但现在看的话 它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作战 这个想定方面的一些变化 就是在大洋上进行航母交战 用美国人说话的话 中国也有航母了 所以它现在出动两艘航母 特别在西太平洋地区 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话 应该是已经把我们的航母 作为主要的目标 加以关注 所以从美国现在来看的话 你比方说它的航母标配 它编制现在也是 出现了标配的这种现象 你比方说林肯号 那它过来的时候 除了航母林肯本身 还有一艘导弹巡洋舰 还有五艘阿里伯克的驱逐舰 谁家应该有潜艇 还配备了查威斯号综合部级船 这在很多年来 非常罕见的一种标配 一下子压到西太平洋地区 它其实就在这个地区 从战略调整 从作战样式 从兵力编程 那么体现出美国航母 紧盯我们航母的 这种战法的变化 战略的变化 同时我们还观察到 日本的驱逐舰梁越号 是从12号开始 对辽宁舰进行情报搜集工作 那这种航母出云号 是11号离开了该区 您如何看待 日本舰艇的这一系列动作呢 按照目前 它的出云号对两舰的跟踪 它无法形成长线跟踪 如果舰载机 包括其他设备 这个支持力有可能略强 但是目前这个状态下 只能在海上 维持10天左右的这种航行 也说明它在跟踪能力 支持力 综合作战方面 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所以现在看 它也在考虑 自己如何用更大的航母 更大排水量的平台 与中国航空母舰进行对抗 所以日本也在搞 下一代的中型航母 据说也有5到6万吨 而且综合能力 包括舰载机 以及整个编队 都是袖珍版的 美国式的这种样式 所以这次跟踪 它明显感觉到 自己在能力时长 以及观察角度方面 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 如果仅凭着一艘 27,500吨的船 要跟着一个 5圈5万吨的舰 现在看的难度比较大 如果能够在整个地区范围内 借助美国的能力 借助美国的力量 进行连续跟踪 这大概就是目标 所以大概也是通过这个点位 寻求以美国 在对中国周边军机 军舰活动 跟踪的一些合作方式和模式 那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媒体 又开始炒作称 辽宁舰编队现在训练的 这个海域呢 是战时台湾舰艇 这个所谓战力保存转移位置的 一个所谓的输博区之一 那您如何解读 岛内媒体的这番炒作呢 对于台湾当局来说的话 所谓的输博区呢 就是一旦在这个地区发生冲突 那么台湾海军的舰艇 迅速地离开既定的港口码头 或者军事基地 那么到海上进行细捕 这样的话可以免遭打击 这是一种这个传统的设计 但现在来看的话 随着我们包括航母 包括轰炸机 不断地在台湾到东边 进行这种巡逻 那么已经向台湾当局呢 显示出 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速博区了 完全是在我们打击之下 那么从台湾的兵力部署来说的话 确确实实是它东部地区呢 集中了最主要的海空内量 你比方说海军它的几艘大型的作战舰艇 都部署在它东边 因为这个地区呢 它是水深港口非常良好 那么它迅速地可以出去 那么飞机呢 其实也是部署在 比方说这个加山基地和制航机 它是洞库是打在这个山洞里边 把大量的作战兵力呢 隐藏起来 它希望呢 能够通过这种舰艇的输博 或者是飞机的进入洞库 那么保证自己的有声力量 从而呢 在冲突发生时候 做出有效的反击 但现在我们看到 不管是我们的火箭军的导弹 我们可以绕着弯打 对吧 同样我们的舰载机 也可以在这里夺取制空权 在制空制海权方面 确实是台湾已经没有什么输博区 没有什么这个洞库的掩护 只要一旦需要的话 我相信对于台湾当局来说的话 它必然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所以现在炒作这样一个议题呢 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实际 以更多的是希望 拿此呢 来吓唬台湾岛内的老百姓 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政府炒作称 一艘中国船只 在靠近澳大利亚西海岸 一处敏感防御设施 50海里内行驶 防务新观察稍后继续 据路透社5月14号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炒作称 一艘中国船只 在澳大利亚西海岸附近 靠近一处敏感防御设施 50海里内行驶 不过这艘船只 并没有违反国际海洋法 过去一周这艘船只驶过 澳西部埃克斯茅斯的 哈罗德霍尔特海军 通信基地时遭到了跟踪 据悉澳美及其盟友的潜艇 共用这个通信基地 13号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宣称 这是中国海军舰艇 在澳西海岸向南航行 所能到达的最远距离 这很不寻常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方一贯遵守国际法 和国际惯例 澳大利亚有关政客 应该客观冷静 看待有关事态 不要危言耸听 有分析人士称 澳房长炒作该事件 真实反映出西方政客的 共同逻辑 也就是我能威胁你的安全 你无权反制 此外 日本电视台11号炒作 钓鱼岛附近海域 终日船只所谓冲突一幕 报道称称 日本政客9号曾乘船 前往钓鱼岛附近 被中国海警船驱离 澳大利亚为何此时 炒作中国船只的正常航行 日本个别政客为何此时 再次在钓鱼岛附近制造事端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首先小杜先生 澳大利亚为什么此时炒作 中国船只在澳大利亚周边的 正常航行呢 以前叫恶人先告状 澳大利亚是恶人先炒作 澳大利亚的军机军舰 在中国周边活动的频率非常高 而且和日本签订了 互惠准入协定之后 与日本作为队的各种家喻训练 包括保障训练 在高强度的持续引行 另外在南海 无论是它的准航母 还有驱逐舰 形成编队 与其他国家进行联合演练 特别是这次更换核潜艇 他认为克林斯基常规潜艇 在南海只能待11天 但如果更换成 美国提供的洛杉矶 或者其他的攻击型核潜艇 可以待77天 所以他在中国周边 特别愿意找到一块领地 而且要显示澳大利亚的存在 这个状态下 中国在澳大利亚周边任何动作 即使是在国际法允许之内的动作 他认为也是对他的重大威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做贼心虚 大概是一个重要指标 第二 它有畸形的安全危机 跟美国得的是一个毛病 你只要在周边靠近 无论你是不是符合国际法 它都会热炒 实际上还是感觉 自己周边不允许其他国家介入 特别是在周边 热炒中国和索罗门的军事关系 和防控关系 另外中国的相关船只 只要在相关海域出现 它一定会成为热炒的目标 实际上是反映中一种战略焦虑 他认为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自己要当极先锋 但这种极先锋 是有损失有代价的 如果按照目前黑三角 毒四边 都有澳大利亚的身影 都有澳大利亚的存在 如果持续地与美国进行军事攻防 下一步 它这种优化意识 恐惧意识 包括代言号的忧虑还会进一步增加 正如杜先生所说的 我们看到中国与索罗门群岛 签署了这个安全合作协议之后 澳大利亚就开始变本加厉地炒作 所谓的中国威胁了 您觉得是何居心呢 董先生 索罗门它有不到70万人 那么它岛屿 400个岛屿 但是它没有军队 它只有几百名警察 那么长期以来 澳大利亚认为这些警察 应该由澳大利亚来派出 那么突然有一天 索罗门群岛就跟中国在谈 维持社会稳定的警察合作的时候 他认为就酸溜溜的 再加上莫里森政府 一直采取提示中国的这种态度 所以只要中国在这个地区 稍微出现的话 那么它就会跳得很高 同时我们看到 美国对于南太平洋地区国家政策 也在做出重大调整 不光是派出高官到这个区域访问 同时也跟澳大利亚一起 紧盯中国的一举一动 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这个地区延展 包括在安全方面的一些合作 我觉得这都是以这个小人之心 都君子之父 那么从我们的合作来说的话 我们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 双方共赢 合作共赢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出发点 包括我们帮的岛国改善基础设施 那么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 那么反过来的话 我们更多的是多于少取 就是我们给这些国家 可能更多的支持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 澳大利亚感觉到遇到了挑战 我觉得完全是一种 不断地炒作中国威胁论的一种延续 那么他们认为 南太平洋地区 就是澳大利亚 或者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中国甚至在经贸里的合作 都不能到这个地区来 这完全是一种冷战思维在作怪 一种单边 如于外交政策的具体现 那杜先生 同时我们观察到现在 日本个别政客 又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制造事端 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两个原因 首先是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 那最近拜登要来亚太 而且要访问日本 给日本以重任 而且还鼓动日本参加北约峰会 也说明了日本今后 在美国印太战略中 这个棋子的作用比以前要更大 至少这个棋子的尺寸 重量效果要有所提升 这个状态下 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客 大概都想做出一番出格的事 讨好美国 赢得美国 对日本带引号的这种关注 第二是两岛供热 现在日本对台岛高度关注 对台岛也高度关注 如果两个岛同时炒作 同时有日本的各种声音 以及军事存在 这样他认为中国就可以 在两个方向分散经历 所以把以前的台海有事 都搞成日本有事 而且日本目前也在搞 所谓的打击对方基地 然后战机进入对方领空 实际上也在严重的违反 和平宪法 终取能够实现 所谓的正常军事大国 这个状态下 如果同步在地牢岛展开 登岛活动 骚扰行动 他认为两个岛的温度差不多 如果多个点 有类似的这种事件发生 再加上伴随美国 在台海 东海 南海 搞多海联动 这样才可以形成 对中国这种围堵之势 实际上也是替美国印太战略 向前迈出了恶毒的一步 所以两岛供热 两岛联动 到多海供热 多海联动 这大概就是日本在周边 制造各种复杂事端的 一个主要原因 近日 俄罗斯计划启动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机制 对美国在乌克兰 从事生物军事活动进行调查 俄军是否已经掌握了 美国在乌克兰 从事生物军事活动的 关键证据呢 我们来看短片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5月14号消息 俄常驻联合国代表 涅鞭甲表示 俄罗斯计划启动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的机制 对美国在乌克兰 军事生物活动展开调查 11号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一批新的 关于美国在乌克兰 从事生物军事活动的细节 俄媒称 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下 相关项目获得了来自 受民主党控制的 非政府组织的资金 而辉瑞 莫德纳等制药公司 也参与了相关计划 俄国防部指出 俄罗斯发现了多起 生物军事活动的证据 包括有人在卢干斯克地区 传播沾染了 耐药结合病菌的甲壁 美国国防部 在哈尔科夫州的精神病院 进行人体实验 在马里乌波尔 收集和分类霍乱病原体 并将挑选后的军株 突进基辅送往美国等等 同日 俄罗斯三防部队司令 基里洛夫称 拜登曾负责协调 在乌克兰 美国生物武器项目 执行人员的协调工作 而亿万富翁索罗斯 是这一项目的主要赞助商 基里洛夫还指出 提出美国在乌克兰 开展军事生物计划思想的人 来自民主党的高层 除了拜登和索罗斯 还有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和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 此外14号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进行了电话交谈 普京表示 芬兰放弃传统的 军事中立政策 将会是错误的 此外 今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 救援部门表示 该市地下基岩上 开凿了500多个掩体 可以容纳90万人 美国在乌克兰 从事生物军事活动 是否才是真正的大鱼 一旦芬兰加入北约 俄罗斯是否会展开 特别军事行动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首先请教两位的观察 美国在乌克兰 从事生物军事活动 是否才是真正的大鱼呢 唐先生 应该是大鱼者 剩下的就是小虾 杜先生 乌克兰有美国的生物毒鱼 唐先生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 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 已经成立一个不重要的事实 从方方面面来看的话 那么显现出这么多年 特别是2014年之后 美国在乌克兰 建立起来的 30多个生物实验室 它确实是跟军事方面 有密切的联系 有国防部提供的经费支持 你肯定不是说 对普通百姓的生命工程 或者生物工程 有很多的联系 从现在俄罗斯方面 公布的消息来说的话 它主要有三种研究模式 第一个就是病原体病毒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确实是有这个计划 第二个就是物种的传播 就是从比如说禽类 鸟类向人类的传播 最主要还是 这个生物标本的提取 它其实就是要 选择性的攻击某些族群 你可以想象 你看这些这个实验 它在美国是做不了的 所以一定要在乌克兰进行这个实验 至于说有没有负责 生物实验的大鱼 比方说会不会有北约的 一些高级将领 高级军官 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 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甚至有人认为在马六波尔 这个地下工程当中 有加拿大陆军中将卡蒂尔 领导的这样一个实验室 在里边进行这种生物实验 从这个领导者来说的话 作为一个大鱼 其实它要么就走了 要么呢就被加拿大军方呢 火线给推移 所以这种大鱼来说的话 可能已经游走了 那么剩下呢 可能就是这些小鱼小虾 那杜先生 您觉得这是条毒鱼啊 请教您的观察 俄罗斯瑞克抓到的不是人鱼 是一条毒鱼 目前呢在乌克兰多个地点 像哈尔科夫 基辅 包括利沃夫 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已经找到 但是美国已经把样本 包括其他重要因素全部带走 但是通过残余的这些研究材料 包括研究的一些成果 也表明有更加毒恶和高端的结果 目前呢我们认为 美国在全球那么多军事生物实验室 实际上呢它是一种攻击机体 冷战期间导弹射程不够 它去欧洲 去亚太建很多很多导弹基地 然后通过导弹去对主要战略目标 构成严重威慑 但现在它改变了样式 如果冷战期间 一个一个的基地 都是能够毁灭对方的这种火力平台 那么现在呢 它要在主要竞争大各周边 建立生物武器投放平台 你无论是后鸟迁徙 什么硬币传输 你包括无人军去波萨 实际上和冷战期间 下一个导弹相比 完全一样 如果现在把这些 不会冒火 不会这个生烟 不会有冲击波的生物武器 对我们进行攻击 它的隐蔽性更强 而且如果针对特定族群 进行第四代基因武器的研发 那么经过漫长的攻击行动 整个种族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 就完全实现生理人口 包括结构和功能的全部退化 这样美国在大国竞争中 根本就不用任何弹 冒这个共同毁灭的危险 也不用去航空母舰 包括其他的这些常规作战 搞得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完全通过这种隐蔽杀伤样式 通过粮食工程 通过这个种子工程 通过这个病毒工程 让一个国家 在莱苏水的味道中 完全倒在地上 那我们看到现在 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市的 这个救援部门表示说 已经在该市的地下基盐 开凿了500多个掩体 可以容纳90万人 那芬兰现在是已经开始 在做战争准备了吗 芬兰正式加入北约之后 它认为与俄罗斯的关系 将会重大调整和变化 而且美国也会充分利用芬兰 与俄罗斯1340公里的边界 大做文章 而且最近芬兰已经采购了 美国的F35战斗机60架 整建制的要列装芬兰空军 这样它和俄罗斯的关系 势必会出现更加紧张 更加火热 擦枪走火之后 俄罗斯如何应对 这是大问题 按照目前 俄罗斯和北约国家的 接染边境是1,210公里 如果加上芬兰 是1,340公里 这样在2000多公里的正面上 俄罗斯不可能 用常规做的能力 去应对那么多个国家的 常规所在力量 最近无论是梅德维基夫 包括拉夫罗夫 都在案中提核子 他认为西方国家 对乌克兰的援助 以及有针对性的演练行动 特别是北约的东扩与北扩 这个两个扩 让俄罗斯感觉到空前的威胁 这个状态下 常规兵力 常规费用 不可能阻挡北约的入侵 所以他也在考虑 如果按照目前 在周边部署 一定数量的战术和武器 所以芬兰也感觉到 如果持续地 与美国的捆绑下 与俄罗斯搞对抗 灭顶之灾不是到达 所以预先做一些准备 大概也反映出了自己 对加入北约之后 安全全顶的不去定性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中央人民广播剧场